三叉路口顺着绿灯左转 明明转弯车绿灯 但右侧的白色休旅车一路长按喇叭 甚至从后方急切双黄线恶意挡车 双方下车当街大吵 两方吵得不可开交 但到底是谁对谁错 这起行车纠纷就发生在彰化涌进的 这个三叉路口 休旅车驾驶坚称 是对方转弯硬切才会一路逼车 但根据监视器画面还原真相 当时轿车绿灯转弯 白色休旅车明明闯了红灯 反倒是他有错在先 画面会说话 就对他驾驶不止闯红灯 跨越双黄线超车 危险驾驶将吃上一连三张罚单 最终还会掉扣牌照 反正这边红灯就是这边绿灯了 因为那里还有一个巷口 那里还有一个巷口 还有一个红绿灯 他还要等那个红绿灯 所以说变成比较复杂 虽然轿车车主事后没有报警 但对方违规是事实 不但搞不清楚自己闯的红灯 违规在先 活气不小劈头暴怒 反倒是自己理亏 记者在明红张华报道